這次展覽大概分成三個部分 都是一些我個人對生活當中的觀察 第一個部分可以看到一進來展間 有一些植物的植栽 它們都是鬆人的盆氣結合在一起 我有點想要表現是人和人之間的親密關係 有點像是每個容器它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但它們相接的部分會讓土壤也讓兩個盆氣相連在一起 有點像是在親密關係的狀態 就是一部分的土壤跟養分是相同 它們也會長出越來越相似的樣子 中間的三件雕塑也是在講人和人之間親密的互動 我有點想要表現的比較是從身體的造型去做土壤 觀察身體的造型它會讓我聯想到 一部分可能會讓人聯想到洞穴 或者是一些山脈的起伏的樣子 所以在繼續向上延伸 我們也想要從這些實體的自然造型把它延伸到在親密互動當中的一些無形的氣流 再來可以看到展間後半部的地方 就是在牆上會看到獨立的人 它有點像是在創作當中 就是比較是大部分的時間是和自己獨處 所以這部分是想要表現個人的空間 那它們在做的動作其實是在街道旁邊 就是一些人停靠在街道 可能是騎樓邊或是牆邊去抽煙的狀態 那我不是特別想要表現抽煙這件事情 而是想要表現在持續在運作的程式當中 就是它們停靠在旁邊 就是進入一個個人的狀態 那我覺得這樣子有點像是放空的狀態 就是它可能會停留某一個動作停留個一段時間 可能是幾十秒或是幾分鐘這樣 那我覺得就是這個停著不動的狀態 有點像是人體模特兒的感覺 有點像是我們在畫素寫的人體模特兒 它會維持一個姿態一段時間 像這件作品它可能是靠在牆上 然後一腳停靠在牆上 但我有點想要抽離的是當時寫實的環境 就是我覺得單純看它抽煙的姿態 就是這個姿態其實是蠻有趣的 也有點像是抽離原本的事件 然後單純表現它造型的姿態 我就覺得這種抽離的過程 也會讓人傳出一些想像的空間 第三個部分其實是一樣是對生活的觀察 然後我開始想說什麼樣的事情是在生活當中特別吸引我的 這邊的人他可能也是雙人的互動或是單人的狀態 但其實講的不是個人也不是講親密關係 他們是一些我在生活當中觀察到一些荒謬的行為和狀態 像是這個人他就是把手伸到衣服裡面 然後有點像是整個身體的形態 像是一個身體鼓起來蠻動的生物 所以我開始在想這些狀態 它其實也是有點抽離原本正常人應該有的形態 那其中有一件作品是一樣是兩個人看著前方 然後好像是在筆頁的樣子 那其實是右邊這個人 他有點像是他很熟練的看著鏡頭比著夜 那左邊這個人他就是有點還不在狀況內 然後他就看著右邊那個人他在做什麼動作 他就看著他手中的夜 但他其實試著想要模仿 但他其實比不出來 就是他最後比了三這樣 有點像是一個恐龍的爪子 那也有點想要表現這個左邊這個人的狀態 就是右邊這個人他在線上 就是他很知道這個社會什麼運作 但是左邊這個人有點 有點就是不在線上 不在狀況內 然後試著想要 然後也是有點像是在放空 或是像暫時離線的狀態這樣 然後這一件作品其實是 就是有一次 有一次我幫我哥和我姿姿拍照 然後我就是設定那個全景模式 我哥就把子子從地上然後往上拉這樣 然後最後就拉出了一個身體很長的一個小baby 然後我就發現那張照片很有趣 因為他也是一個就是運用現在一些影像的技術 然后可以创造出一些抽离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场景 然后我就觉得这些像是第三个部分 刚刚讲的一些好像不是在非常日常的生活当中 可以观察到的一些荒谬的行为 我都觉得他们是 就这些奇怪的行为反而是会创造出一种新的想象空间 这样